大約30名日本遊役人士 分別乘坐四艘船 星期六晚由沖繩出發 在星期日清晨 洗澡釣魚島 即是日本叫做尖角豬島 駕駛出海域捕魚 並視察附近島嶼 日本海上保安廳派出近 十艘艦艇和橡皮艇戒備 今次行動由遊役組織 加油日本發起 是今年第四次的同類活動 上個月80多名組織成員 企圖到釣魚台宣示主權 但卻被中國多艘海監船驅趕 中日兩國出動公務船和戰機 一度在海空對視 香港寬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